就是怎么回事呢 新北市这名56岁的男子疑似 施打完两剂的莫德纳疫苗 一个月之后是不幸死亡 指挥中心说了 行政相验初步认定是因为糖尿病引发的 但确切的死因还有待解剖 进一步厘清 到底是不是跟打疫苗有关系 深呼吸哦 又传出疑似施打莫德纳疫苗死亡个案 这起个案就住在新北市 被人发现时已经死亡 根据了解这名56岁男子患有糖尿病 6月28号接种第一剂莫德纳 7月26号接种第二剂 一个月后8月25号身体不舒服 跟公司请假一天 28号不幸死亡 是不是跟疫苗相关 有待解剖进一步厘清 新北市目前接获疑似疫苗不良事件 AC有112例 莫德纳23例 高端有3例 累计够138例 对于施打疫苗后不良事件通报 或是民众有疑议通报 都会把相关的资料上传到 机关署通报系统 个案行是否跟疫苗有关 都要经由中央预防接种 受害救济审计小组 审议认定 记者综合报道 请搜尋 请搜尋 请搜尾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